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梅里室内体育馆为一战式的官病检测中心 为所有亲密接触者发出隔离令 晚带和解除隔离令 受检人士分成两类 一 是按照卫生部发出的指示 在指定的时间之内接受检测 二 是曾经跟官病确诊者有亲密接触而前往进行检测 李景胜指出 梅里灾难管理委员会强调 依据1988年传染病预防及控制法令之下 只有卫生部指示的官员才有权发出隔离令及拆掉隔离手环 他希望民众做好个人防护 企业公司也要进行清洁和消毒工作 预知更多详情可向市整局和消整局 了解更多有关在消毒以及预防新冠肺炎的工作 接着我们看到电视广播业的功能需要进一步加强 好让观众能够更加明智并且更成熟的吸纳所接收到的讯息 作为负责社会发展的媒体组织 必须提供准确 最新和真实的资讯以及报道 沙首长署企业事务以沙公共通讯单位助理部长阿多拉塞多 今天清零本台并接受访问时表示 沙拉叶电视台电视节目的内容是提供资讯和娱乐的平台 沙拉叶电视台目前刚成立 因此阿多拉塞多希望沙拉叶电视台将持续更新 更高数值的电视节目内容 同时他也认为电视台也应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脉络 时务目前已经进入第11天的行动管制令 沙拉叶灾难管理文会批准明天开始重要的领域可以恢复营业 因此今天早上6点多开始就有不少人到警察局排队 申请工作和跨线移动的准证 时务市议会主席丁永豪今天在脸书发贴文感慨地说 湿屋人民似乎以为冠病疫情并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他们宁可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开业 根据他的观察 今年一早就有许多人冒着大雨到湿屋的警署申请工作准证 他认为在冠病情况依然严峻的情况下 人民其实可以留在家中 不要暴露在疫情的危险之中 可是他们最终还是到了警署申请工作准证 这个现象也表明了 许多人并不认为冠病疫情的传播有那么严重 以至于他们愿意冒险继续工作 从丁永豪的脸书分享的照片可见 警署外面大排长龙 即使下起大雨 人们还是撑着雨伞排队 据了解 大部分排队者都是代表公司前往警署申请上班准证 有些是申请出门工作跨线准证 欢迎回来 接着下来我们来关注沙拉月今天的疫情进展 冠病今天又剁走了三条人命 分别是59岁 76岁和91岁的本地男子 他们都是来自诗屋 这也使到全杀死于冠病的病例增加到33宗 同时沙拉月今天也记录了205宗的确诊病例 分别是诗屋占了51宗 加拿医41宗 梅里32宗 达勒22宗 明都鲁19宗 古晋10宗 加伯和劳约各5宗 如楼和四里街各4宗 石文然3宗 巴干木中和马拉端各2宗 萨马拉罕 沙拉卓和马鲁第各1宗 全杀累计的确诊病例达到3704宗 沙拉月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纳多阿玛道·格拉斯主持新闻发布会时也透露 今天有142宗康复出源的病例 此外今天也新增了230宗调查病例 还有27宗还在等待化验的结果 接着我们看到 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预计将在下个月 发布有关无人机的新指令 民航局监管副首席执行员 赛努阿比丁马斯兰 今天在2021年 世界无人机虚拟峰会上说 落实新条规将需要进行反复的流程 例如注册、许可及监管 以实现我国无人机领域的光明未来 他说其他过程需要透过在线或以无人驾驶流量管理平台来完成 他说民航局希望能够在2月份发布这项指令 这项新规则将提供足够的指南 以确保只有擅长的管理者才有权及获得批准将其用于工业用途 他说截至目前我国的无人机活动受2016年的公共飞行法令 以及2008-04航空学信息通令所约束 该峰会有约300名的参与者 包括来自中国、日本、希腊、罗马尼亚、法国以及比利时等国家的发言人 参与了这次峰会 代表我国参与这项峰会的执法单位 包括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大马测量与图测局 以及大马网络安全机构 以上是这一节的热报 我是Brian Ebin 感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脑会 meditation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员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